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就是女性 好像女性都比较容易患上 感觉上了 骨质疏松症 确实是如此了 当然有时候我们久久回家 回乡一次 看到父母亲 父母亲突然间觉得他们矮了 就变小只了 其实也是骨质疏松的问题 所以可见 其实男性也会骨质疏松 都有 就是个子个头变小了 对 身体好像比较矮了一些 那我们今天的大主题 就要跟大家来聊聊 骨质疏松这个问题 不过我们从中医的角度 一起来探讨 来看看今天的大主题 衰老是人人都无法避免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人体的补量会随着时间自然流失 女性更会因为停经后 荷尔蒙的减少 导致骨质迅速流失 严重可能导致骨质疏松症的发生 骨质疏松一般很难被察觉 因为早期的病症多数为慢性腰酸背痛 驼背和身高变矮等等轻微症状 往往到了严重的情况发生 才诊断出是骨质疏松 根据专家表明 中医疗法在骨质疏松治疗当中 疗效显著 其中的食疗和穴位按摩 能够帮助减轻骨质疏松的发生 究竟中医师如何定义骨质疏松 又有哪一些治疗方案和保健妙招呢 今天就跟着活力加油站 一起与中医师学习如何预防骨质疏松 这个课题跟我大有关系 感觉就跟男生好像那个关系远一点 不过从中医的角度又是怎么看呢 我们今天就请来了中医师 陈碧敏凯特琳娜医师跟我们谈一谈 欢迎凯特琳娜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来自保康中医的陈碧敏凯特琳娜 凯特琳娜 意思说叫她凯特琳娜 大家比较亲切一点 凯特琳娜我们想知道 首先我们先来看说 骨质疏松这个名词 一向来都跟西医有关系 那这一次是中医来谈 那我想说您先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这个中医里头跟骨质疏松 之间的关联在哪里 是怎么看的呢 好了 首先第一个 中医是没有骨质疏松这个病名的 反而因为它的临床表现 我们就认为它跟我们中医说的伪症 是有关系的 这个伪症大家可以联想伪缩的伪 但是因为它草字头来到了病症上 把病的那个边偏旁了 对 所以它是属于伪症 就我之前听说什么跟肾有关 为什么骨质疏松不是跟骨头有关 是跟肾有关呢 它骨质疏松症并变部位在骨 但是我们说肾足骨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 因为肾长经 然后经生随 那说到这么学 到底肾经是什么东西呢 它简单上来说就是一种 可以促进我们人体生长发育的 一种经微物质 所以你就可以想想看 如果这个物质它蓬勃发展的话 那我们的骨质就会保持得很好 生长得很好 就像发育中的小孩那样 对 非常的健壮 但是到老了之后 这个圣经可能就不那么蓬勃了 我们就说它有一个规律 那来到晚期的时候 我们要努力去维持它的一个蓬勃 如果它慢慢往下掉的时候 那圣经开始不充盈了 那你的骨质上骨髓上的丢失 就可能比较多了 Katrina 我们一般的人的认知 就是说骨质疏松症 女性的风险相对来讲比较高 那我们先把这个群体 签定在女性的话 女性哪一个年龄层的女性 或者哪一类型的女性 风险会更高一些呢 首先我们说两个 一个是更年期的妇女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年长者 我们说马来西亚年长者 65岁以上 那就是这两个群体为最为关键 那除了这些以外 我们还有其他的因素 体重 营养 光照这些之类的 光照 帮助吸收钙质 对 就是我们一直补钙嘛 你也要有太阳的阳光 来帮助我们去转化它为钙质 去吸收进人体里边 可是我刚才 所以什么 你先说 没有 我是在想说 所以一些OL办公室的女性 那如果是说你运动的话 你还是得到户外去 就是说如果是在室内的运动 不能在健身房 对 健身房可能它就是肌肉锻炼 但对这一个部分 钙质这个部分 帮助没有太大 对吗 那当然现在我们也有 维生素D的补助品 但是在马来西亚 我们这么阳光充足的地方 免费的 对 而且到户外我们心情也好 是 可是刚才我打断你的是什么呢 我只听到体重 女生最在意这个体重 你看 这体重过低 这怎么一回事 医师 因为体重过低 一般上我们就联想到 它的营养吸收到底够不够 营养不够的话 我们很多肌肉这些都不够充盈 那我怎么补充盈养给我的骨呢 陈丽婷算体重过低吗 还可以 标准 很漂亮 身材很好 好骄傲 平凡都拿不完 松一口气 可是那个激素太少太低 那个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性激素主要就是磁激素 我们说女性更年期的时候 刺激素就慢慢往下衰退 而这个时候就跟骨质的吸收 跟生成有关系了 所以性激素低下 也是其中一个 骨质是说疏松症发生的原因 我还剩十几年的时间 预防 预防 其实还有一个点 我觉得看了是挺担心的 你知道说过度饮用咖啡 那我们这一行 其实咖啡对我们来想象 每日至少一两杯 对 想问问Catrina 每日至少一两杯还可以 过度饮用咖啡 就叫做过度八杯 一天喝到八杯那么多 一天八杯 那不会 那主要是因为咖啡因 过度的摄取咖啡因 可能会影响肾脏吸收钙质的这种能力 对 这些都是由科研去证实的 所以大家适度饮用咖啡是可以的 所以也有遗传的问题 对不对 对 对 病史 所谓的家族病史 主要是要看一下如果家长上有跌倒骨折的病史 因为很多老年人骨折是因为有骨质疏松症引起的 尤其是如果家中长辈有宽骨骨折过的病史 那我们可能就要去检查一下了 看有没有这种风险 什么时候开始检查 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有先有后 如果它是因为老化了 有这个骨骨疏松症才跌倒 才有这骨折的问题 对 这个也会遗传吗 应该不会吧 它不算是一种遗传 只是我们会知道说 如果父母有这种家族跌倒病史的话 骨折过那我们就去检查一下 给我们自己一个醒觉 对 关键是在那个跌倒的那个K上面 对 对 那我的问题来了 因为这位观众跟我有一样的问题 他的手机尾号3748 他说曾经闪过腰 会不会更容易导致骨质疏松呢 好 这个就要看一下因果关系什么了 如果我是先闪到腰的话呢 然后再想我会不会直接引起骨质疏松 其实是可能性不大的 但是如果说我是更年期过后 我可能有骨质疏松了 这样子的话它出现 可能会导致闪腰 对 对 所以还是要注意 这腰很重要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有一点眼界大开 有一些很多的认知 是跟我们一般上的理解 或者我们认为的是有偏差 有落差的 对 所以这个是专业知识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学起来 记起来了 是 再来就是我在备孕的时候 其实我的医生有开这个补钙的 为什么备孕的时候反而需要补钙 平常没有医师会给我开这个药 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妈妈怀孕的时候 孙儿生长发育 也包括骨骼的生长 所有的营养输送 从妈妈通过学输送给孩子 一个人吃 两个人用 对 所以要加倍吃 对 所以妈妈一定要补好钙 加倍补钙 对 才可以给孩子 一 有充足的钙 二 妈妈不会流失钙 难怪我孩子这么快就要出来了 可能就过量补了 等不及了 乱讲 好 那女性我们讲到 如果骨质输送 那Katrina她会有哪一些临床的症状吗 会提早警醒我们吗 好 其实骨质输送呢 除了检查可以发现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可能 从身材慢慢变矮小 甚至如果有时候家中的长辈说 我开始腰酸背痛了 可能也是其中一个症状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发现说 骨质输送发生了以后呢 我们腰背部的肌肉 它可能会酸痛 对 所以这个疼痛 其实也是它主要的 临床症状之一 所以人年纪开始 大的时候身体会开始有 驮背的这个倾向 对 也是可能的 对吗 对 它不一定每个人都会驮背 但是你年长了以后呢 因为这种骨量的减少 骨头的支撑的能力 慢慢减少了 那它可能就会很自然地 就会开始驮背来 甚至有一些可能 它往后侧 往旁边侧 变成S型 对 像这些都会影响它的身高 我还以为是因为年老了 有时候我们不注意姿势 就忘了要矫正自己 其实即使我们很用力地矫正自己 再有骨质疏松的朋友来说 它也会很自然地驮下来 很可能就这样 对 对 对 它就是有生理上的一种过程 所以我们说老年人整天看他们 就是这样子 我们的那一些爱情 都是老人家都是这样子 其实我们只要早期 我们开始预防 有了这种醒觉了以后 这些事情都可以很好地避免 所以年老未必驮背的 是这样子讲的 对 对 对 只要骨骼健康良好的话 驮背的几率就更少了 那骨骼不健康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里面骨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吗 什么骨小粮 什么骨质密度 这些概念是吗 对 其实这些都是围绕着今天的主题 也就是我们的骨质疏松症 骨质疏松症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骨破坏 比骨生成的还要快 它就有一个负平衡了嘛 我们说有生长就有破坏 是吧 如果生长跟破坏 它们两个是平衡的话 那它就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健康的状态 对 那万一破坏它高了 然后生成的慢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负 这个负平衡的状况下 就会导致骨质 骨量的流失 长久变成骨质疏松了 那它甚至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肌肉呢 因为刚才 对 我们说腰酸被痛嘛 是不是 我们的肌肉都是附着在我们的脊柱上面的嘛 如果现在脊柱上面它的那个支撑的力点比较少了 那我们的肌肉上也会被影响的 那我们做重训会 对 没有 我就看到肌肉紧张 这个肌肉疲劳 那肌肉紧张一般上其实除了是老化之外 工作压力也会造成这个问题嘛 对 平常我们的坐姿 站姿 你坐多长时间 你站多长时间 这些都会有影响的 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嘛 我们说有很多老年人 他们可能有S型了嘛 对 对 那这种时候呢 肌肉紧张就很常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了 酸痛啊 这些都会有的 要多多关心了 那如果这些老人家或者病患 走进中医师的这个算诊所嘛 就中心了 对 就如果医师已经判断说 他可能有骨质疏松 医师还是会建议他们去做一个 X光的检查 是吗 其实要诊断骨质疏松呢 最主要的还是DEXA scan 也就是骨质 骨密度的测定 对 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仪器 一个检测 那除了可以做DEXA scan以外呢 我们还有可能还可以查询 还可以问他病史 对 就是他的家人各方面 跟他个人的一些身体状况 对 所以还是围绕着一个 要诊断骨质疏松症 还是要按DEXA scan 也就是骨密度测定为标准 这也是马来西亚卫生部的 那个临床指南所知道的 那Katrina 刚才有说 如果是身体发生有点状况 才建议去做这个 scan 那能不能说到了一定的年纪 就开始做这样吗 这方面检查 如果围绕着女性来说的话 我们说两个大因素嘛 一个是更年期对性激素的改变 另外一个就是老年嘛 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在更年期的时候 就可以让父母去做一下检测 看一下有没有这个疑虑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每两三年呢 那复查一次就好了 那男性呢 男性什么时候要开始检查 对 顺道问一下 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当我们步入 我们算老年群体65岁以上 其实都可以去检查 所以女性相对来讲早很多 对吧 它就是一种醒觉了 你要是说四十多岁 四十五岁跟 因为马来西亚更年期 它现在大概是四十五岁到五十五岁之间 那普遍上来说的话 这个醒觉你可能 这个四十五岁以后就可以开始去注意一下了 那我剩五年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呢再跟Catrin 进一步的来聊一聊 关于这个照顾我们的骨头这件事情 那在我们进入资讯之前来看一看 拥有补钙功能的水果究竟有哪一些 拥有补钙功能的水果 山楂 说到水果 我们很少会想到吃山楂 但其实山楂是一种具有药用价值的水果 目前已经有五十种以上的中药配方 以山楂作为原料之一 此外山楂也是钙含量非常高的一种水果 每一百克山楂果肉中就含有五十二毫克的钙质 想要补钙的人不妨在饭后吃点山楂 可以帮助消化之余还能补充钙质 但是要注意的是山楂不可以空腹吃 否则会使胃酸增加 对胃造成不良的刺激导致胃不舒服 柑橘类 柑橘类水果不仅是维生素C非常好的来源 这类水果的钙含量也是非常高的 其中果顶有肚脐 且香甜美味的其成钙含量最高 一个其成就含有六十毫克的钙质 而且柑橘类水果热量低 果肉含水量高 能带给我们明显的饱足感 对控制体重和补钙有正面的好处 同时丰富的维生素C还能促进钙质的吸收 但是切记单吃水果不是补充钙质的最好方法 每一日的摄取量也不能超标 一天一个就足够了 香蕉 香蕉富含水溶性膳食纤维 碳水化合物和钙质等营养成分 经常食用香蕉不只能补充钙质 也可以促进肠胃蠕动 美国曾做过一项研究 在锻炼前吃一根香蕉 有助于提高运动效率和水分的补充 因为香蕉中的碳水化合物 可以很快转化为能量 而且香蕉含有大量的钙 可维持酸碱平衡 促进能量代谢和神经肌肉的正常功能 有利于骨骼的生长和代谢 同时能够防止钙流失 使骨骼更健康 但是香蕉属于糖分高的水果 建议不要把香蕉当作补充钙质的 唯一来源 所以说到这个骨骼疏松症 你要预防的话 最好就是把这个身体养好 那养什么呢 养骨很重要 我们今天就跟我们的中医师 陈碧敏医师 就是Katrina来聊一聊 这个环节要谈中医里头 到底叫我们怎么来养骨 Katrina 我们就来深入这个话题好吗 好 中医就是没有吃扣子的 没有吃什么钉什么 因为很多老人家也很抗拒 汤 中医一定讲喝汤 对吗 中医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药食同源 就是它同样 它可以有食用的价值 它也有药用的价值 大家都了解这个概念吧 了解 了解 对 什么东西可以有这么厉害的功效呢 那我们讲回来 要说养骨的方法嘛 核桃啊 对 因为核桃它可以补肾 我以为补脑 我也是以为补脑 它补脑的原理跟它的精髓 也因为它可以补肾 补肾 养髓 然后就可以充盈我们的脑髓 所以肾好脑袋才会好是吗 可以这样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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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肾应该很好 所以当我们 换一个方法来剖析吧 当我们年纪比较大 圣经慢慢衰退的时候 开始耳朵比较听不清楚了 然后记忆力开始模糊了 所以我们终于当看到 类似这样子的现象的时候 我们就反过来 我们能通过补肝肾的方法 来维护这些的功能 所以核桃是一个 像你刚才有说到的栗子 韭菜 枸杞 桑葱 桑葱跟黑豆 都是网站 桑葱 我感觉是补眼的 不是 桑葱是水果吗 是吗 对 对 是一种水果 桑葱是桑树 桑葱树 它的果子 很好吃 非常好吃 本地马来西亚 也可以种植得到的 是 是 是 可能我家婆家就有 对对对 我家也有 它全身都是饱 那这个伤身子呢 它可以自补肝肾 它其实也是对肾好的 但它在中医的药膳里面 它如果碰调了 它营养会流失吗 就吃啊 就直接吃嘛 生吃就好了 生吃 像枸杞我也可以生吃 我也可以抛茶饮 对吧 黑豆可能生吃 你要稍微烤一下 黑豆 还有一个是黑豆嘛 对对对 我们最常就是黑豆煲汤 对对对 黑豆汤 煲那个大骨汤 对 而且黑豆里面会放红枣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 我们大家的知识都知道 红枣可以补血嘛 那我们除了补气羊血 除了红枣 还有淮山啊 党生黄旗这些东西 肉类方面 肉类对对对 鸡肉跟牛肉 鸡肉跟牛肉 对 我想问 不是羊肉 对 其实很多肉类都可以啦 这边只是举例 鸡肉跟牛肉 因为大家也要适当地补充蛋白质 蛋白质要好 鸡肉要好 谷歌才会更好 Catron 我就想问一下 在中医里头 如果从肉类来说 牛肉应该是排养最高的 对吗 鸡肉价值也来高 是吗 是这样吗 我曾经听过这样一个说法 我不知道正不正确 从中医上来说 我们应该会比较了解它的属性 热啊 寒啊 像我们知道鸭肉是偏凉的 对 羊肉是偏造的 对 就像这样子 要是说牛肉的话 它的营养价值真的很高啦 它的蛋白价值也很高 但是它本身是红肉嘛 所以有可能有些人 他不适合吃那么多 适量饮食就好了 那大部分人讲到补钙 其实是喝牛奶 中医的观念你怎么看呢 其实我们都同意啦 因为你看啊 一杯高钙牛奶啊 大概两百毫升 它的钙量就大概是五百毫克 所以一天喝两杯就一千毫克 对 就是我们必须的量 就是我们每日建议的摄取量了 要两杯 那我们说我们除了有牛奶 我们还有其他的东西啊 我们蔬菜也有啊 对吧 像我们西洋菜啊 对不对 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添杯 你看 添杯 我们七十克的添杯 就有五十毫克的钙量 但你吃不吃添杯 我不要不喜欢吃 为什么我这么 我知道很多人 都不太能够接受添杯的味道 印度同胞反而吃蛮多添杯 他们的那个菜市里面就有添杯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 对于那种蛋白质的补充 也是很好的 那刚刚在第一个单元 那时候我们谈到 有一些饮食上禁忌 比如说咖啡因 最好是不要过量摄入嘛 那我是很爱喝茶的啦 有一个 对 我什么茶都爱喝 有一个观众朋友 跟我应该是一样的 他手机尾号6352 他问医师 喝茶会影响身体吸收钙质吗 因为茶也有咖啡因 对吧 你有跟我们讲的咖啡要注意吗 对 其实这个课题 这个问题是很好的问题 以前曾经有人说过喝茶会影响 但是如果我们翻查 现在的资料的话 其实不一定有这个说法 喝茶不一定会导致骨质疏松 它有可能会有保护骨质 防止骨质疏松的可能性 所以科学家也一直在做不同的论证 要去核实这些事实 主要原因是茶跟咖啡有什么不一样 虽然同样有咖啡因 但应该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成分 茶里面有抗氧化的东西 是绿茶吗 还是说一般的 中国茶 中国茶 他们的研究一部分有说到绿茶的 也有说到一些普洱茶之类的东西的 对 所以适量的喝茶还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还是抗氧化 关键词就是适量 对 因为咖啡还是可以喝 不要超过八杯 八杯那个太夸张了 我觉得一天喝八杯真的也不鼓励了 中毒了 对 那从这个中医的角度 如果是遇到有骨骼疏松问题的病人的话 你们采取怎么样的治疗方式呢 不管是我们用中药 针灸或者是推拿 都是围绕着我们说大主题 补肾 甜筋 自补肝肾 还有就是健脾医器 总之就是要把那个身体调养的 气血充沛 圣经充足 那像这样子体质的人士呢 就比较可以缓解 或者是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 尤其像推拿 它有一点像按摩的概念对不对 可以放松我们的肌肉 让我们的肌肉没那么紧张 有一种舒缓疲劳的功效 那可是如果是讲到这个吃 治疗 药膳 那我们觉得家里有老人的话 第一呢 黑豆汤是不能少的 在传统家庭地上 第二呢 大骨汤不能少的 那我想问Catrina 这个大骨汤真的以形补形 是有效的吗 OK 曾经有过科学家 就做过这样子的实验 把骨头汤去熬嘛 它熬上12个小时以上呢 就发现里面不管是 氧氧 钙 或者是氧氧 酶 它们的含量都不超过10毫克 这么少 这么少啊 我们需要1000克 它只有不超过10毫克 对 对 对 所以变成它并不足以来补钙 但是骨头汤好喝嘛 对 对 对 而且它里面还有很多 其他的微量元素啊 还有其他像蚊氧 有一些骨头汤里面 可能会有一些蚊氧氧 看你用什么 养盐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它也很好喝 没有问题 只是你说要特别地喝它 来补钙的话呢 那倒是可以喝牛奶 那是更直接的方法了 更方便 所以难怪一开始就讲 应该要多元就是摄取营养 对不对 因为单一 靠单一的食物来补钙 是比较不可心的 对 我们说体质很重要嘛 也就是说要调理体质 从食物上调理 营养上调理 都是为了要达到同一个目的 可真人刚才有说到 其中一些方法就是 针灸跟推拿 推拿 其中两个方法 对不对 那如果是说针灸的话 它一定有一些特定的选 有味是比较有效的 对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啊 那我们可不可以先来说一下 针灸跟推拿对于 骨质疏松症它们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好啊 第一 当我们知道骨质疏松以后 会伴随一些不适的嘛 腰背痠痛 对 疼痛啊 那这种时候通过 针灸跟推拿就可以去很好地 缓解这一类的不舒服了 疼痛 痠痛感 对 好 那有什么常用的穴位呢 我们今天可以来学一下 只要分三个部位 肚脐上的穴位 背部上的穴位 肚脐上的穴位 还有脚上的穴位 大家都可以在家自己动手做起来 现在都可以自己做 对不对 都可以做起来 在哪一个点上呢 老师 好 我们今天先学两个肚子上的穴位 首先一个是气海跟观圆 可以把四根手指放在我们 四根手指 肚脐先找到肚脐眼 肚脐眼 对 找到肚脐眼 把四根手指放在我们肚脐眼下 下 不是这样 对 下 下 下 OK 对 第四根手指往下就是观圆穴了 对 很准喔 对 你现在是有一点感觉了 对吧 现在上厕所的感觉吧 那我们说观圆穴分一半 寸半 就是把观圆穴跟肚脐之间 对 观圆穴就气海穴 所以我们以后学到两个穴位 一个是观圆穴 一个是气海穴 分一半 常按气海跟观圆 可以补气 对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按呢 我们可以两个手 一起示篱 对 对 往内按摩 往内按摩 甚至我们搓胎 这个方便一些 对不对 这个也有助牌片 因为我的宝宝不能上大号的时候 这个是帮助消化 对不对 对 因为为什么 它可以补气 难怪 我们说它补气就可以推动 推动消化 推动盘变 那这个要顺时针 逆时针有讲究吗 顺时为补 顺时为补 对 逆时为蟹 所以它的刺激方法都可以是这样子 按摩 按摩 按摩或者是顺时针按摩 对 而且这个是在肚脐的部分 对 第二个部位是哪里 我们来说背后吧 背后 好 背后有一个穴位叫大椎穴 主要是在我们身后 来示范一下 欢迎老师 好 那一般上我们找到 我们头稍微往低一点的时候 你看到有一个大骨头突出来的地方 基本就大椎穴了 那我们一般可以怎么呢 我们可以按摩它 我们也可以自己用手往后推 像你这样子按摩 挖摩都可以 自己往后推也可以 那个大骨头的凹陷处对不对 对 对 它会有一处凹陷的 对 你就在这个地方 这样插也可以 对 这个的作用是什么呀 老师 因为我们说大椎是可以帮我们 提升我们的氧气的 所以我们要蓬勃发展 向上发展 我们就要常 那小朋友在发育期间 我们常推它这里 对啊 也是可以帮助它长大 对啊 你没有发现 我们很常烧热水澡的时候 我们很累的时候 对 对 我们都会很自然地冲向 颈部这个地方 对 那从这边再往下 就是背部对吧 对 背部还有那个穴位 背部 再来再来 再示范一下 是 背部是哪个位置 好 背部主要是有三个穴位 甘酥 脾酥跟肾酥 甘酥主要是在我们 第九 胸椎旁开 那要找很简单 它又大概是在我们的 中腰这个 中腰这个地方 对 中腰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来说 旁经常 我们可以讲敲敲 按揉 老人家也会这样敲打 就很简单 也很简单 那你往第一个部分 稍微往下走一点 就是肝酥了 再往下一点就是肾酥了 好舒服 坦白说 整个我们的脊柱 都有很多的背书屑 我们常常按压 你不一定要说我要按哪个屑 因为你常常搓揉它 对于保健都是很有作用的 那可是我们在家里自己做的话 没有人帮忙怎么办 可以垂吗 对 敲打都可以 就这样子 对 轻轻敲打 手转过去刚好90度的位置 就对了 对吧 对 对 可以真的敲打往下 有一个蛮尴尬的说法 就是我们看到有些老人家 他会靠着那个墙壁 不是这样弄 对不对 对 那个也是一种推拿的形式 对 它就是一种 自我随位按摩的一种形式 因为我们说这种针灸推拿 它就是很生活化 大家只要知道了 我们都可以使用 我们甚至说我们的肾酥 在我们的腰部脊柱的旁边 我们也可以戳 这边吗 在我们的腰部 对…我们也可以戳 戳得很舒服的 对…很放松的 所以我们经常做久了以后 我们可以戳戳我们的肾酥 可以补助我们的氧气一下 是… 那如果是说 一般上我们要预防骨骼疏松的话 还有哪些方式呢 饮食各方面要注意的吗 好 第一个我们要调理体质 我们就要注重营养嘛 那可以的话搭配一些食补 也挺好的 第二 一定要注重体格锻炼 体格锻炼呢 不管你是做户外运动 或者是室内运动都好 适当的训练激励 跟维持平衡能力 也可以有效地预防跌倒 对… 尤其在老年的群体里边 对… 那如果说就中意来说的话 气功八段井 它确实是非常容易学习 自己在家也可以跟着视频做的一个运动 好… 所以大家都可以 学习一下 是圣网学习 对… 网络上好像交了蛮多 这一类气功八段井的一些视频 可以参考 那… 最后是… 我们就是女生嘛 就停经之前 就要注意的哪一些事项 好… 最重要就是预防剩余治疗 在还没有绝经之前呢 就可以重视骨样的恢复 我们说注重我们的营养啊 体格锻炼啊 不钙啊 这都很重要的 好… 今天非常感谢Katrin 谢谢你 好了…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呢 还有更精彩的内容跟你分享 别走开了 欢迎继续收看 这个单元有活力助家亮汤 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吴宇瑞 我们的中医博士 来教我们炖鸡汤来补骨 吴医师你好 大家好 吴医师今天要教大家炖鸡汤了 那要补腰补骨的话 我们用什么食材和药材呢 是 因为基本 今天是我们是讲是骨质疏松的问题 所以骨质疏松的病人 大概会有一些骨头的问题 然后还有肌肉的问题 对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这个枸杞炖鸡汤 是有一些就是帮我们 因为中医讲的 在我们的骨头的问题的时候 就是跟肾有关系 所以今天我们会再加强在骨肾这一块 难怪我看到有肾足骨 对 然后除了补腎以外 干血 还有我们的脾胃也是很重要 因为脾胃就是我们的脾肌肉 脾脾肌肉 所以我们脾胃补一下 那我们的肌肉也会比较强壮 对 所以我们今天会针对 这一个骨质疏松的病人 设计这一套 就是说我们的有用了这个肚重 还有蓄断 那这个就是我们补肝肾很强的一个中药 然后对于这个筋骨的一个补养 也是非常的这个厉害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骨脆骨 那骨脆骨我们不明思议就是 它对于骨头碎掉了 还可以补回来 所以这个中药就是专门在骨头这一块 非常的这个能够强骨 修复强骨的这个中药 对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黄旗 黄旗的补充益器 对于我们的脾胃很好 然后我们这个这个茯苓也是 对于我们的脾胃胃 是有一定的功效 所以这个帮助我们的肌肉 为什么会用当归呢 当归的话就是它可以活血又补血 所以活血的话 因为有些我们的骨头的问题 筋骨的问题 会因为什么气血不通 所以活活血 这个就是用了一点的当归 那也准备了枸杞 对枸杞 补肝肾 或者那个是用来孔枣 来补 今天威士用的是鸡肉 对 那其实一般上我们说 在我们一般的家庭的认知当中 如果是要补骨 修复 可能大家会用大骨 猪肉 什么之类的 那如果是我们不用鸡肉 用其他肉类代替可以吗 也可以 就是我们用排骨 或是说更好一点我们用乌骨鸡 乌骨鸡 乌骨鸡 就是黑色的鸡 它是补肾 所以我们用乌骨鸡的话 会更好 对 所以我们做法就是 这个还是汁都汆烫过的 对 一定要汆烫过的 对 基本上吴医师每一次 教我们做这个药膳的时候 都会先把肉类先汆烫过 把那个血水都清一清 对 吃起来这个味道比较清香一些 是的 然后这个水就先烧开对吗 对 烧开就是 烧开之后呢 我们把肉类放下去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地把我们的这个食材 都一一地 药材了 不是食材了 药材 药材都一一放进去了 那为是这个汤要煮多久呢 或者要慢火炖吗 慢火炖 对 我们用1500cc的水 然后慢火 就是说滚了之后 我们再来用慢火去炖 炖一个小时 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水煮开 煮开之后呢 把我们的食材 就是肉类 跟我们的药材放下去 然后再煮滚一次 对吧 然后才来慢火 对 所以这道汤 如果是这样1500cc 跟这样的一个分量 是一家人吃吗 还是一个人 两个人的分量 两三个人的分量 两三个人的分量 对 因为它不是很多 对 是 所以像吴医师 我们说到的这个 在我们的补补 是 还有就是我们在健肾的这个部分 强肾的这个部分 补肾的这个部分 还有哪一些事宜 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呢 就是说在我们补肾的过程里面来讲 就是说有一些人 他们就是说他们就是比较 身体比较热的啊 是什么的啊 我们就尽量不要 就是说有太照热的时候 我们就不用去补 不要去 因为这个比较热嘛 比较热 那平时的饮食要不要注意呢 既然说如果是这些身体 有一些异状的朋友吗 异状的朋友 就饮食的话 我们就要去注意到我们的这个身体 就是说 有没有太多的这个痠痛是哪里 就是 对 然后我们去 就是说有这些问题的 我们就尽量赶快去找医生去处理 先处理掉 对 先找出原因 这样子然后才来针对这个来预防 这样子 这个很重要 大家不要说我最近腰酸被动 我就拼命炖这个汤来 不对 你要先找到问题的根源 然后解决掉它了 然后才来补 是的 轻调补房 这中间有没有说 那如果是女性生理期的时候 可以用这道汤吗 生理期的时候 我们就尽量先不要有这些补的作用 因为这个太热了 所以就怕它出血比较严重 因为有当归是吧 对 对 还有这些都是比较照热的药 对 所以大家要特别地去留意了 那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 如果想要把这个食谱抄下的朋友 现在要留意了 马上来看看我们的食谱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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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泡成那个黑芝麻糊 黑芝麻糊也可以了 对 对 这些都是入肾 补肾的 对 是 所以在这道汤料里头 或者这道药膳里头呢 它有讲究 但是呢它的这个包容性也很高 大家如果是喜欢黑木 应该也可以了 对 你可以加一点黑豆 或加一点黑木 如果想全家一起来享用 当做是一顿饭里头 一道汤料的话呢 可以准备这道汤 不过要注意了 吴医师再跟大家重复一下 什么时候的 或者什么样的身体状况 就暂时避免了 不要用这道汤 就是说有热气的人 就是身体比较发热的 有喉咙痛 嘴巴破这一类的 因为这道汤会比较热一点 稍微热一点 所以就不要去使用它 你要是喉咙痛 这有溃疡 嘴巴破 或者是发热气的时候 就暂时不要用这道汤了 那么今天很谢谢吴医师 叫我们做这道很好喝的药膳 希望大家身体都能够健康了 好了 别走开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跟你分享 稍后见 欢迎回来 我们常说很多人是在跌倒之后 才发现自己骨质疏松了 所以其实对于尤其是老人家来说 他平时的一些预防措施要早早地做到 摔倒最容易摔伤哪一个部分呢 膝盖 手肘 所以要互吸互肘 今天我们请就是我们的钟舍 给我们来教一套自制互吸套的方法 欢迎钟舍 是 李婷好 大家好 那互吸套是今天要怎么制作法 那今天我们就利用一些 也是居家经常会有用剩的物品 来做这个呼吸套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旧袜子 好 袜子 旧袜子 旧袜子 它松垮了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把它家里利用 第二就是我们旧的那些保暖裤 因为像丽婷讲老人家的膝盖 就是要保护的周全 然后运动等等和旅游的时候 就要照顾那个保暖的那个动作 就是增加膝盖的灵活性 这个膝盖我们常说 有一些老人家他可以预测天气 就是通过膝盖痛不痛的预测 有一些有风湿性关节炎的老人家 他们可能就遇到刮风下雨 刮风大雨的时候 就会有疼痛 那就可以套上这个呼吸了 所以那个保暖很重要 对 那怎么做呢 那第一个呢 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袜子剪掉 就是可能脚趾的部位 就把它稍微剪掉 才剪掉出来 所以最好是你的长袜留下来 它可以再利用 是 那如果是女性的话 可能她的小腿就比较小的话 我们就用这种普通的长袜 但如果你需要伸缩性比较多一点的话 可以用那种运动型的袜子 长袜都可以的 所以你可以看它其实伸缩性还是有在的 还是有在的 然后我们再剪一块就是这个… 保暖裤 对 保暖裤 我们可以从裤脚或者裤身的部位 剪一个长方形 大概就是一个口罩的尺寸 这样子 好 就把它裁剪出来 因为保暖裤的材质 它就是…第一当然是保暖的 对 然后它有很好的伸缩性 伸缩性很好 伸缩性很好 对 然后这个就套在我们的那个膝盖 就是它可以起到就是保暖 然后就是让我们暖和 然后也是一个比较… 就是小小的一个护垫这样子 是…就防摔倒的时候 插伤 是… 然后我们要做的时候 很简单就是把我们该剪出来的那个袜子 就是反过来 让我们的护垫就是在袜子的内部 然后把我们的护垫就是… 那个裤脚就是布料 保暖的布料就是套在我们的那个袜子上 是 然后再用针线就把它缝合起来就可以了 缝合起来再把它反过来 就是一个…就是已经是成品了 一个护垫 是 那我们这边呢 就有一个就是已经缝了一半的 我们就继续… 是 把它缝完 对… 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缝那个护垫的时候呢 这个保暖裤的材质 我们只缝一面就行了 因为我们主要是护着… 对 内部 比如说膝盖的前… 内部… 对 前方呢 对 前方… 通常我们就只是缝… 一面就足够了 是…不用整个包起来 是… 所以其实这个算蛮简单 因为反而你也是做护垫嘛 是… 也不需要讲究手工漂亮不漂亮 对…而且就是缝在里面 然后看…就是你选的那个材质啊 如果都是… 深色的 深色为主的话 那基本上就… 也看不见你针线美不美 对… 然后把它缝起来就可以了 像我们这种粗人的话 就是简单这样缝一缝 好 就是非物利用这样子就行了 对… 所以其实… 这些护套很容易做 因为我知道在外头买护套的话 可能也不便宜 是… 但它的原理都一样了 几十元 是啊… 对… 只要它主要就是有伸缩性 然后… 当然好像如果你要提供更好的保护的话 大概我们有一个成品 它是用那个… 就是我们的… 旧的那个… 肩垫或胸罩垫 对… 是…都可以… 是… 所以女性可以注意啊 你们用过的纹胸… 对… 那个纹胸可以留下来 是… 尤其是有家电的纹胸味更好 是… 因为那个护电的能力很强 是…反复性更高 那我们就分好了之后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 它已经有一块布料在里面 是… 然后呢,我们再把它翻过来 翻过来… 翻过来这样子 是… 然后就OK了 你可以看到它的伸缩性 是… 然后蛮强的… 是… 然后呢,就可以把它套在手… 好,镜头… 假设这是我的膝盖 我的膝盖是我的手肘 我就把它这样子伸进去 然后有护电的那一面 就把它靠在这边 是… 那它就可以… 这个也可以做防晒套 是… 那长度够的话都可以了 是… 那你就可以很好地保护你的膝盖 是… 那再来跟我们讲的 你家的那种肩垫、胸垫 如果有…就是多的话 是… 你可以再利用,对不对 对…你可以看 也是把它就是… 反过来 然后缝在内部呢 然后在缝完了之后 再把它翻过…翻转过来 是… 那你可以看到呢 它是有那个… 就是… 形状 是… 就是防护的形状 然后它就是比较厚实 有厚实感 对… 这其实不管大人、小孩都OK的 比如说你要小孩子留病啊、 学步啊等等… 都可以把它套上去 是… 你去脚踏车的时候 是,都可以的 如果你怕它就是摔伤的话 这个护垫很好 是 而且你不花一分钱 你就用一点针線 把它封起来就可以了 对… 废物利用 好,马上来重温一下 今天我们制作这些护套的工序了 那最近马来西亚这几个月 都开始进入雨季了嘛 对 天气变冷的时候 确实老人家会申诉说 他们的脚有受寒的感觉 我们可以穿这个自制的护垫 那当然如果是出国的话 到比较有四季的国家 是 天冷的国家 对,面对寒冷的情况 或者是你经常走动 可能就是那个步伐比较多 是需要走路比较多的话 也可以就是加一层那个护垫 就是增加它的防护性 是,因为这个护垫 其实我们穿长裤的时候 我们先把护垫套上 对 再把长裤穿上 是 其实也看不出来 那它有时候你走走路的时候 刚才中舍讲 就是走远路的时候 要防风 是 要不然那个肌肉也会收缩 对,就是防风保暖 然后同时也给我们的习惯 就有更好的一个保护 如果它是有家电的话 这样子 好,今天非常感谢中舍 很客气 教我们这个自制护膝套 护肘套的一个方法 谢谢中舍 那现在马上来 跟活力好购物的两位主持人 来连线 是Amazon和Shin Kong 对不对 有哪些优惠产品 要跟我们分享的呢 谢谢丽婷 也谢谢我们的总舍 为我们传授了那么棒的一个 DIY的一个护垫 是的 那如果说到DIY护垫的话呢 我们就会除外头去做一些 可以算是活动或者是运动嘛 对不对 没错 身处在马来西亚 一定要好好的防晒 除了外防晒之余 今天KinoHimi 只要传授大家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方式 就是做好内防晒 没错 那说到防晒这个东西 真的是不能不做 因为每一天都要曝晒在我们的太阳之下 对啊 甚至讲说面对这3C的一个产品 不管是电话 平板电脑都好 都会有很多的那些肤色 甚至讲说这些蓝光 会导致我们的肌肤 会有衰老的一个情况 今天带给大家KinoHimi 是PRO-WIDE的这个产品 从里面滋养到外面 来让我们的皮肤可以更加地透亮 更加地有精神 是的 让我们来找寻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方式 来阻隔我们黑色素的生成 到底怎么样阻隔呢 待会的三点钟 我们会为您揭晓 所以千万不要走开了 非常感谢薰康和Emerson 那接下来要给大家预告一下 明天的主题了 我们知道有越来越多的人 其实能够接受整形这件事情 那不管是微整形 还是大整形都好 其实整形之后 有一些事情真的是需要注意的 不可以做的 有一些禁忌要遵守的 不是什么迷信的禁忌 是跟科学有关 因为最近有一则新闻 就说有一名女子 她整形之后就上了飞机 就在高空的时候 伤口爆裂 整个人血流满脸 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到时候你还要寻求 这止血 急救 怎么办呢 所以整形之后 有哪些事情不能做呢 也欢迎你发简讯给我们 我们明天请专家为你解答 记得守住活力加油站 也记得守住活力好购物 我们明天见了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